这边天母地区新开的SOGO百货才开幕短短的今天是第四天 化妆品专轨却是人气呛呛棍 而主打顶级生鲜蔬果的超级市场业绩也开出红盘 尤其日本进口哈米瓜一颗要价888到1880不等 确实抢购一空 结账队伍挤爆柜台店员忙翻天天母新百货开张 专卖外国食材的高教超市三天来业绩直逼全馆 销售量最好的化妆品 很多平常超市买不到的东西这边都买得到 对啊 所以会觉得开了以后比较方便吗 方便很多 而且天母这边没有这种超市 来自里堆版外国食材 日本水果更是卖得下下叫 光是这一颗888元的宫崎哈密瓜 就有人一次买3万块 以价格来看台湾高级哈密瓜599元 宫崎一颗880元 至于静岗哈密瓜要价1888元 差别就在台湾甜度13到14度 日本的甜度是16到18度 每株的哈密瓜磕数也有差别 甜度有差 对啊 然后又好像比较香 它吃起来比较软 然后甜度也很高 我们买清片比较平凡应该也是捷径到的 所以它原本说可能送一颗不好看 现在又赚比较多钱就变成送两颗 不止日本哈密瓜销量惊人 就连日本三里县水蜜桃一盒原价2680元 一天却可以卖出超过20盒 因为这里不只是天母居民 还有更多外国人 也难怪业者会不齐成本 拿一颗近五六百块的高价水果 请民众试吃 中间新闻 郑德宗 武庭 SNG小组 台北报道